小女孩被狗子撕咬 地底下的尿布是全部尿湿 看着这恐怖的一幕 不由地发出刺耳的叫声 父亲顺着声音查看 但见狗子拽着翠花向外跑去 当大家追出来时 一人一狗已消失无踪 几人寻找钟 只发现倒灶的二哈已经打了 小丫头却诡异地消失 父亲没办法想要回家报警 竟发现女儿已经在家 并且身上没有一丝伤痕 把家人高兴得前列腺都犯了 这时翠花悄悄告诉妈妈 母亲吓得瞬间就哑了呆住了 结果下一秒 哭吃一声 爸爸开车送他们隐恨西北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杠着井里死 和李烟不死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